抓住了 他在体力地打员 自己击住了 包手 KO 直接 左右 有感觉了 打不了了 他是究竟良多要忌惮的男人 被称为中国语量级最强的男人 他就是有着炸药之称的 中国名将杨卓 杨卓早年练习三打出身 后势力拳击 综合格斗 在多项格斗技艺有着非凡的造诣 他常常以非常具备观赏性的漂亮拳法 击败诸多强敌 就连坦克邱建良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 就让我们查按点赞三秒 一起来看看他的精彩表现吧 杨卓对阵鲁恩·埃德蒙顿 鲁恩·埃德蒙顿 Walk by欧洲级世界冠军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双冠王 实力强劲 比赛铃声敲响 埃德蒙顿求胜心切 一上来就发动了猛烈的拳法攻势 似乎想要快速拿下杨卓 杨卓则是不慌不忙沉着应对 很快就打破了对方的节奏 红方是我们刚刚拿到WF2015年67公斤的世界王者金腰带 以及WF世界金腰带的选手 杨卓来自顺远波进 根据我们WF的武林锋的规则呢 杨卓最多有五分钟的时间休息 看来杀伤不大 杨卓是最擅长打这种拳法以及打击辅以后的这种进攻的选手 在赛前呢我们采访杨卓的时候 杨卓说对方比他高 双方交手十分的激烈 似乎都不想将结果交给裁判 拳拳到肉的拳法对攻 让人看得心潮澎湃 就在此时 杨卓直接将埃德蒙顿举了起来 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一下实在是太霸气了 埃德蒙顿直接被杨卓摔伤了 裁判当机对齐进行赌秒 但是这场比赛呢 因为我们的接腿摔是不被计入比赛判分的 所以这次足秒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计入裁判的判定部 提局 3 1 3 比赛重启后 杨卓明显不会放过这大好的机会 朝着埃德蒙顿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打得对方难以抬起头来 在杨卓猛烈的攻势下 埃德蒙顿在一次跪倒被强毒 就刚有一次被杨卓的快攻击倒了 1 2 3 2 3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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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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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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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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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 9 9 10 10 比赛铃声敲响 两人并没有轻举妄动 双方控制在相对安全的距离 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 想要摸清楚对方的底细 天江 土其心智 劳其心骨 恶其体肤 空滑其身 那现在我们的Tony Greg Dixon 现在怎么样了 他跟杨卓才刚打过 12月刚打过 那一场他不太服气 没错 这个选手在这个 Max Muay Thai和Tai5都打过比赛 在泰国长期待着 而且也参加全体比赛 目前的胜率还算不错 杨卓 那我们现在武林峰的 内台上的双冠王 已经打得比较强势的对手 就是金铜 江同彩 还有邱健良 并且杨卓在这个一番第一 就在大家都以为 比赛会陷入僵持局面的时候 克雷格率先撑不住气 主动朝杨卓逼近 结果被杨卓抓住机会 两击迎击全直接将其击倒 裁判当机对其进行赌秒 裁判赌8后 克雷格迪克森都没有缓过来 裁判健壮叫停了比赛 杨卓以KO的方式获胜 杨卓这两季迎击全真是快 纯 狠 快到连现场解说都没反应过来 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这就叫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啊 杨卓对阵泰国拳王junior 泰国拳王junior 拿到过泰国的全国冠军 在泰国本土赛事中 可谓是声名远扬 职业生涯256场比赛中 拿下了其中240场的胜利 实力强劲 比赛铃声敲响 两人未经任何的试探 直接展开激烈的拳法对拼 两人刚刚都打完了一场比赛 对于昆仑爵这条金腰带 都志在必得 这也必然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激烈对决 他在了决赛 在这个60公斤级 刚刚蓝方石油 胜出的这个杨卓 左方是JR 比赛开始 拳手啊 经过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休息以后 看看他们现在的状态保持的如何 对 那昆仑爵比赛啊 除了在网络上可以看之外 也欢迎各位下载APP 在手机可以看 在台外地区的话 也可以看这个付费的频道 双方都经过三回合的大战 才辛苦了进进到这个决赛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JR 他的角落助理 那就是张春 张春 张春 跟他是朋友 两人间的交锋不急不缓 泰国拳王Jr主要依靠腿法控制距离 是大力城的中段扫进行输出 杨卓则是依靠犀利的组合拳攻势 不断给泰国拳王Jr压迫感 不过泰国拳王Jr的距离控制的很好 几乎让杨卓找不到他的破绽 我们之前有说这个小鱼腿其实不是很好用的 在车博就不是特别好用的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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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Insert 就两个打击 再线性 这是好不容易攻击 这个心破就很到地 一下子往这个腰 office 往这个大腿 把mens 这个力道非常够 在开始这个打法 对 有一个引迹 对 我很准 但是JR的下巴咬得非常緊,耳朵沒有動 一般只要被打到你下巴心動的話會對中心神經有影響 會有很多困擾 他們就收下巴,牙齒咬緊緊的在打 會增加抗擊打能力 增加抗擊打能力還有很多方式 進行對下顎的肌肉的增強 有時候會咬這個毛巾,毛巾上面會有啞鈴 兩人間的交鋒雖然看似平淡 但每一招每一世間都充滿了殺氣 一直到比賽回合結束 1,2 好,屁掛腿 要少,少生的 少到了 剛好躺到神君上,還沒有倒 好,這次被掃倒了 這個營集很好做得非常漂亮 這個營集很好做得非常漂亮 比賽來到第二回合 泰國拳王Jr上來就是世大力辰的中段嫂 這對楊卓造成了不小的威脅 不過楊卓快速且犀利的拳法 也給泰國拳王Jr不小的壓力 好像有還沒有,看不太懂 連續的拳擊 接腿之後 哇,一個超人拳 閃得很漂亮 這個J啊,眼平手快 而且閃的角度很小 輕輕一閃一側 然後楊卓就飛了過去 超人就飛過去了 超人就飛過去了 這低掃很重哦 你看楊卓整個身體都歪掉了 左右漂亮 啊,再換拳 好,打到角落 今天啊,包括上一場楊卓打的比賽 就是左右的擺拳 意識到泰國拳王Jr的腿法很厲害 楊卓開始尋求突破 他主動逼近內圍 和泰國拳王Jr拼拳法 就在此時 楊卓一技左手擺拳打放泰國拳王Jr 隨即趁勢追擊拳法猛攻 將泰國拳王Jr打到多秒 比賽重啟後 泰國拳王Jr明顯還沒緩過來 楊卓瞅準對手的空檔 繼續展開猛烈的拳法追擊 泰國拳王Jr還試圖以摟抱進行遏制 可楊卓提了心的要KO他 強行正開泰國拳王Jr的束縛 猛烈的組合拳法再次將其打到獨秒 好,這次不要再爆了啊 因為我只能被兩次獨秒 對 裁判獨八結束後 發現泰國拳王Jr已經無力繼續參賽 聯盟叫停了這場比賽 楊卓再次以KO的方式獲勝 但是抱得夠緊的 一個右手的右手拳 再加一個左手拳 再加一個 哇 左手拳 沒完沒了啊 這是第一次在擊倒 大家覺得楊卓打得怎麼樣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喜歡格鬥的朋友給個三連賽走杯